平华 是 你知道CHET GPT-4吗 所以然后呢老师 然后就快涨停了 看节目 欢迎投资本来到股市最前线 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 领先趋势掌握未来 华关投赋高文章高老师 David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全国的投资本大家好 我是David高敏章 今天来到全新的一个礼拜了 3月20号礼拜一 今天一盘震荡老师说 好 强 棒 好在哪里 对 好在哪里 3661世新 上礼拜两根灯之后 今天再创新高 赞 当然你觉得好不好 好哦 343创意又涨了 好不好 好啊 也就是说上个星期David 一直跟你提的CHET GPT GPT-4 这个第四版 果然台股今天又有很多受惠股 很出去 还在持续延销 而且观众朋友们 你要仔细想 这个现在的条件是 美国银行股 对不对 接连 东报一个西报一个 没错 连环报 最新的消息 最近有出问题的 瑞士信贷 被买下来了 UBS 瑞士银行 花了32亿美元 大概30亿的瑞郎 是 买下来 哇 买下来 看起来 不对 买下来是不是应该 尘埃落定 对啊 感觉好像应该 不对啊 是 今天 那个金融股 还在跌 还在倒一片 金融股还在跌 那那那那那那 好了 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金融股又跌了 是 其实逻辑很简单 瑞士信贷虽然被救火了 因为被买下来了 对的 但瑞士信贷旗下有5000亿的债券 直接变归零高了 5000亿台币 再白话一点 变成归零高是什么意思 我们刚刚聊到 在瑞士政府主导下 瑞士最大的银行 瑞银 瑞士银行真的是有钱 花了30亿瑞郎 把它买下来 是 那台币大概将近1000亿了 有 收购了瑞信 但它有个附加条件 有个诞书 对 它里面有个叫做 额外一级资本 AT1的 这个东西 价值161瑞郎的债券 要注销 注销就是从死在地球表面消失 对 就是直接归零高 天啊 那我评论刚才说 老师那股票也会归零高下市 我说no 股票壁纸它下市 只代表你没办法在台面上交易 交易对 但它还是有价值的 你还是股东嘛 对不对 对 比如说当年那个历经不是下市过 对呀 然后它下市之后不是后来重新上市变利基点 是 所以那些人又复活了 可是债券归零高是永远注销不会再出现了 地球表面上 对它已经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 哇 那这个附加大概台币将近5000亿的债券 天啊 当然会赢 这个就是台北股市今天加权指数跌 是的 以及金融股跌的主要原因 因为金融股又重了 这好不完转吧 就金融股又重了 它一定又有曝险 对呀 是啊 至于曝险部位多少 我不晓得 等主管机关去算吧 说台湾对于这一块的铺险的 一定有啦 多少都也有 是 其实多少 只是说谁多点谁少一点而已 对对对 谁多谁少还在算 所以为什么David只跟你讲说 金融股不要买太早 真的不要 因为它后面还有嘛 那个利空对不对 地雷连环暴 真的 来David问大家 你会做过去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你只要买金融股的 你不要跟我说 老师我就是长期投资 可是现盘现套不舒服吧 不舒服啊 对啊 哪受得了 所以套牢才适合长期投资 这不太对吧 这是投资人的心态 那我问你哦 David到现在3661世新 再创新高 我有急着卖吗 没有呢 看老师论 3443创意 我已经从400块做到现在了 我急着卖吗 也没耶 不急啊 我讲过 Dating我都没在怕的 对耶 我说你想卖你 或一老机 我可以卖你新的就好了 可以 但你不想卖你跟我操作吗 是的 你看David今天节目的重点 就要跟大家聊件事 为什么我上礼拜一直跟你讲 GPT4 是 这件事很重要 对呀 你有没有注意到台北股是今天指数跌 对 涨的 全部都是AI相关的 真的 强还是强这些的股票 比方说今天涨停的 6874的倍率 很腰吧 腰 对啊 20分钟下完盘之后 今天继续涨停 下完盘之后又是一条龙了 铃群也是啊 哇 这些股票都是AI 然后都AI的啊 然后也没什么获利 但是都涨停 对没错 都是AI的啊 然后刚刚讲的嘛 有获利能力的嘛 世新创意 哦 艾浦 艾浦今天还创新高了 哇 今天差点涨停 天呐 客人朋友你都有啊 哦 我老早叫你买好了 是的 那 还有吗 换言之台北股市今天指数跌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说到这个 我刚刚翻了一个东西 去年啊 去年 11月1号 Derry送给各位一份资料 大家记得吗 半年前 就是做梦行情那一份 对 因为我说11月开始 我是10月27日空单回补 反手做多 隔没两天 11月1号我就送你资料了 直接把资料的第一档 第一档 就是创意 哇 你把头牌的就是创意 这送分题吧 然后后面是什么 力旺世新艾浦 力旺现在两千了 两千 那时候不到一千了 哇 世新现在一千多了 那时候才多少钱 700块而已 嗯哼 艾浦也是啊 是 你看这有多 就随便都预备吧 好飙耶 随随便便 还不止这些哦 得威也在里面 3675得威也在里面 还不止这些哦 华府也在里面 这都是 最扯的还不是这个 你觉得华府从30块涨到现在70块 不 这不算恶心 里面最扯的是哪一档 你知道吗 就创意吧 不是 不是创意是谁 让你觉得 所有拿到资料的朋友 当初11月还拿到资料 很多人就问我老师 你的晶圆代工 为什么没有放台积电 你放连电 结果事实证明我对吗 连电涨比较多啊 对连电涨 连电今天就创高了 天哪 23.03连电就创新高啊 恶心恶心 台积电给我回去啊 哎台积电 是不是 你看他走势 台积电就软软的啊 连电创新高啊 是软软的耶 我那时候 给你的连电还不到40块啊 对没错 38.39 今天连电最高53块多了 53.7了 连电涨五成哦 那一份资料里面 股本超过千亿的连电 我说你可以买 你会赚钱 但是你回头看看创意 你会欧死 因为创意一定涨更多 真的 创意不多200多%而已 不多200多%而已 而且我还没有急着卖哦 好了 好朋友们 David因应这个市场的变化 我们在六个月前 送你的资料呢 大部分的股票都已经是圆满达证 真的 超过100%的股票已经很多了 大有人 好多好多 我预计今天晚上就会把最新的标股资料赶出来 是 所以明天你们就可以来索取 想提前拿的自己先拿来预约 想提前拿到了先来电做预约 你可以先预约嘛 搞不好下午赶出来 下午就可以先拿了 对耶 先拿先赢哦 明天先买先赚哦 说我说明天早上你们可能就拿得到 因为我下午把资料弄出来 你们明天早上搞不好就拿得到 上一次赠送给大家的资料里面是 就创意 我们把人送的清单 创意吞了200%以上嘛 对 力旺从不到1000变2000嘛 资源从100变200嘛 施新从700多变110012嘛 对千金股了 爱浦哦 爱浦从100变300 对啊真的哦 天哪 爱浦从100多变300 有哦 100耶 140 差不多140左右 坏320啦 嗯 恶不恶心 恶心 這都是倍數翻的股票 對啊 我們資料裡面 金雲代工 是 有拿拿 會那個一看 評判一個自己看 觀眾朋友都有證明 有看到了 David金雲代工真的只放一道 真的 我那時候11月1號 去年11月4號 我放的是聯電 就是聯電 連聯電都50幾%了 我那時候問老師 你放聯電 就不是只有你問我的客委 問老師 你不是人家金雲代工 一定先寫台積電 你怎麼會把台積電丟旁邊 放聯電 這把大哥先落在那邊量 六個月之後 我又對了 我的聯電漲比較多 對 五成的廠服 台積電沒有五成 沒有 沒有 所以現在有朋友 來這一份的 價值千金萬金的 標股資料 你一定要先趕快來索取 你先來預約 明天早上應該就有機會拿到 所以老師 我們資料當中 Treat4問世 裡面就是相關的嗎 不是只有AI股 我還放了相關的 好的 新的 我節目上從沒講過的 好 節目當中從沒講過的 所以現在有朋友 價值千金萬金的 這一份標股資料 一定要趕快先拿到手 先來電做預約 標股就是你的 直接讓你帶回家 說不定晚上出來熱騰的 你就馬上拿到了 沒錯 所以趕快來電做預約 廣告時間 留給大家打電話囉 其實蠻好玩的啦 真的很妙耶 我那時候看嘛 因為我記得 對 來觀眾朋友們 大家可以 因為這鏡頭看不得到 最下面一排就是 金元代工 它真的是只有聯電 是 只有 那時候 其實如果你還拿到 去年11月1號 因為我半年才 我大概半年才送一次資料的人 老師說了一句話 嗯 裡面七支柴 嗯 沒有 居友課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 那時候 還沒出生 對 因為居友課還在新櫃 居友課12月才上上 那個 對啊 真的喔 所以為什麼說 12月底 1月初 我就說 欸 有一檔叫小創意的 就居友課 就什麼時候來的 還有老師你說漏了一句話 就是拿到這一份資料 去年的時候 拿到這份資料的好朋友們 老師還提了一句話 可以讓你賺6個月 對啊 現在6個月了 是喔 因為我那時候寫啊 作夢行情是從每年的10月11月開始 到隔年的3月 對沒錯 今天已經3月底了嘛 所以差不多啊 有些漲完了 有些沒漲完 所以我再給你一份資料 老師那這份資料可以賺多久 哈哈哈 繼續挖 這個問題要看個股 要看族群 因為有些族群 真的已經漲很多 尤其在剛開始 這不可以 從同意而論 對 好的 那重點不管是 一定是有先後順序嗎 有啦 我那份資料前半部 是 的族群全部都是跟GPT4有關的 有關的 所以他佔了一大半 你看到 Chad 4 不只是單單我們聽到的那些 還有散出來其他的族群 而且那些都沒有長過 那些都沒有長過才好 老師第一段都還沒長完 西枝才還沒長完 可是因為長太多 還沒長完 不然平華問你 來 滾到我米姆 好 平華同學 是 一千一百多塊一千二的創意 你有興趣嗎 沒有 沒興趣 老師你沒意思啦 對啊 你跟你說 你是來亂的對不對 老師是沒意思啦 所以我說你的資料重要在這裡 因為他有 你喜歡的是四百塊的創意嗎 當然啦 你喜歡的是六百四十塊的創意嗎 當然啦 對不對 那為什麼給你資料 是因為有新的族群 藉由GPT4第四版的誕生 是 有新的族群出現的 師弟 有新的族群出現的 好的 所以我知道趕快給你 是 因為有些股票今天就動了 怕你不會富氣 不會富壇喔 怕你太慢 真的太慢了 就像你看 David10 10月27號 空單會不會翻到作多 這一份資料 11月1號送的 是的 猜幾天 三個交易日左右而已 是啊 因為太過快隔個週末 就算你可能晚一點 你是買在五百塊以下 你拿到資料 你買的創意多是四百多 是啊 都是四百多 五百有找 所以你看 這一波上來 倍數翻之外還假談 那時候就說嘛 一千塊以上嘛 是的 以目前這個德性 現在沒結束 是 但真的啦 貴人就不要再追了 真的 滿新的 你光看是第一 一怕長上來的 都還沒長完 我們資料裡面的 明天要送的那份資料 裡面會有一些新的個股 我們到時候再陸續進場就好了 好的 因為沒結到嘛 新 既然他沒有長到 我們就可以幫他一把嘛 好 把他養大 幫他一把 我們好難做到底 把他養大養肥 是 然後現在創一樣嘛 從四百塊把養到一千二嘛 對 真的 哎呦 你看我們這種 標股培養名的方式 這個生蠔還滿肥美的 我先講喔 生蠔我喜歡吃瘦的 有 我也不知道 我不喜歡吃肥的 哎就是現在啊 不是冬天啊 不是瘦瘦的 冬天快過啊 已經三月了 快沒有生蠔了 好快沒有生蠔 接下來是肥的了 剩下就是台灣人喜歡吃的 那個蚵仔的 那個季節 因為台灣人喜歡吃肥的 對對 就是 台灣的蚵仔就是太平洋生蠔啦 咬下去會不吃的那種 對 因為夏天是它的那個繁殖劑 會變肥 好喔好喔 好來 股票就是要越養越肥 股票養肥 不要把自己養肥就好了 對對對 可是吃生蠔你也不會肥啊 你看你吃了素料 你不會吃生蠔嗎 你可能會再來一個 配個什麼東西 漢堡啊什麼薯條之類的 對對對對對 所以現在有沒有 這份價值千斤萬斤的 標股資料後 你如果 我們預計明天登場 那我資料應該今天就可以弄完 好好 對 好 今天先搶先贏啦 如果說早早出來的好朋友們 先來電影做預言 我差一點點啦 我稍微有些地方再調整一下就好 休息一下 其實已經有出現出來了 有啦 再稍微調整一下 那個族群我已經都寫好了 只是我說個股 要不要 增一點 減一點 這樣子而已 剛剛冰花有稍微瞄到了一些些 我寫得很詳細 非常詳細 我寫得非常詳細 你一看就明瞭的 而且不是 有些不是 像很多都不是像那種創業的高價塊 說是 中低價的啦 中低價的很多 你喜歡的價格 因為它沒漲到嘛 對嘛 那漲多了還在漲合理嘛 但沒漲到才有樂趣嘛 沒漲到才是你想要的嘛 對呀 那今天還有個重點 這禮拜的利率會議應該是一碼啦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疑慮 沒有什麼懸念啦 先跟大家分享 升一碼才好 零碼不優 零碼就糟糕了 真的喔 如果升了零碼就糟糕了 你要擔心的比較多 今天早上法人圈有一個看法 就是 他們也普遍認為 3月22號升一碼最好 是 一碼代表說這個市場上 按照原先的規劃進行 聯準會並沒有因為銀行股爆雷這件事喔 而縮起 其實上星期ECB 那個歐洲央行也是一樣喔 如其升兩碼 是 沒有收回去 那很快的你看嘛 瑞銀就把瑞士信貸吃下來了 對呀 對 比較糟糕的是 債券被規定高而已 嗯 所以看起來債券也不太保險 對真的這樣 很快 瑞士信貸這麼大的公司 這樣就被吃下來了 真的不吃了耶 你知道觀眾朋友 評論我講給你聽喔 你知道 瑞銀啊 就UBS啊 花30億喔 的瑞郎 或者說32億美元喔 對 你知道這個價格啊 可以 只有瑞士信貸 全盛時期的1% 真的嗎 真的嗎 對 這個金額大概是瑞士信貸全盛時期的1% 這麼多 都現在要只值這個錢喔 而且你看更猛的是為什麼 他們要求說把那個 這5000多億的債券直接歸零 是因為他們自己認為這個債券要越來越便宜 嗯 幾塊會歸零 沒有 因為你 你如果把債券吃下來的話 萬一後面動壓越大了 嗯嗯嗯 因為它是個坑啊 它必須要止寫一下 它是一定要把這個地方塞住啊 對 所以他說我要把它吃下來可以 但是那個債券我不要了 可是它後面這一次真的會是 但是沒辦法 你持有債券的 包括你今天如果台灣的金融業 你手上有瑞幸的債券 不然你能怎麼辦 欸之前 你也只能吞了 欸很多的保險業 不管是保險 保險金融都有 都有 就台灣的28類金融相關的 為什麼一直跟你們講 對 不要急 真的不要急 你要存你不是現在 你把它看蛋欸 真的不是現在 對啊 很可怕欸這個洞 那個雷沒爆完不要急啦 對啊 還是看看我的創意 跟四星壓壓壓金好了 欸真的 看起來挺舒服的 你看看 每天氣氣不舒服 真的氣不舒服欸 你看四星 你看K線 耳不噁心 台北股市上面不是疊的嗎 噁心 它長這樣欸 愛普會長這樣啊 對沒錯 又不是走一隻 愛普會長這樣啊 每天氣啊 而且它怎麼噁心啊 都好噁心 可能跟人有關係 好啦喜歡 股票標的不要標的 對 記得明天送資料的時候 來索取一下 一定要趕快喔 今天有聽到的好朋友們 先來店做預約 好這樣子比較就快也可以拿到 先拿先贏先搶先賺囉 股票不是這樣 當然啦 我當然要買便宜一點的 上禮拜 你現在四星可以買到一千喔 今天都一千二了喔 對啦 當然你又覺得說買一千有點貴啦 這樣 但錢沒更便宜嗎 這樣怎麼感覺 晚來說來說去都是累的感覺 都是眼淚 這沒辦法 因為我的買一點 我講過了 我的買點是非常好的 欸 即便是你上禮拜 你四星一千 上禮拜不是銀行股爆雷 瑞幸出事 是啊 對不對我們一直跟你講 機會來了 機會來了 減 減啊 不然你怎麼結果買到1010的 你看 又再次repeat我的話 減得真好 你當初不是也說 老師你已經千斤了 一千塊你還買 七千 對啊 千斤股你還買 結果隔天 這隔不到一個禮拜啊 不過已經多兩百塊了 老師你買得真好 這個點費 兩百多 到今天為止賺了220塊 其實是20萬耶 就買個一張嘛 真的 舒舒服服不用買多喔 會費都回來了你看看 誰在跟你算會費 沒有再算會費的 沒有再算會費的好不好 老師真的跟其他人不一樣 沒有再跟你算會費的 那有什麼好算 那是不是零頭好不好 真的是零頭 好假的 當你有這種好股票 你有那種很厲害的 能夠抓到七張點的那種能力 你會在意這種 對不對零頭的東西嗎 不會 你只會在意說 老師下一檔還有沒有 所以我知道先給你 因為我接下來買的塊在裡面 所以你看喔 就是我們就這麼大方 無私給大家 就像我跟妳講嘛 這份資料是11月1號喔 去年11月1號給大家的 台北股是11月1號 台北股是13000點喔 是啊 而且我是10月27號 空單回補反省做多 來手做多的 我是買在最低點的隔天喔 是的 把空單補掉 全部反省做多 有的 那一天我空單就直接歸零了 因為我那天補了十幾檔 對啊真的喔 歡迎朋友到我扣去喔 去年10月27號 全部的空單 但早上9點半全部清乾淨 嗯 直接反手買下去 就買創意 就買私心 雙贏 好啦 不多說啦 來 資料有新的喔 好 等會喔 晚來少賺到 你真的一堆心掛喔 我看看 等著別人賺掌庭吧 真的喔 望眼欲穿 不要這樣喔 記得我們這個 chat4問世之後呢 誰受惠之外呢 還有很多都是 還沒講到的 全新的 因為那份資料 預定大概有四五 五個六個族群 你們有一大半以上 是 都是chat4 chatGP4的 好 GPT第四半 你說為什麼 GPT第四半很重要 因為算力多五十倍啊 欸這個圖子呢我覺得 很精彩啊 一看就懂 很明瞭嘛 非常的明白 如果你覺得GPT3很厲害 那GPT4呢 唉呦喔不得了喔 那我想講喔 你看後面還有新的喔 一定還有 因為 根據那個OpenAI的創辦人 他們自己講的喔 就是你可以說是GPT的爸爸 他們當初OpenAI這些人喔 那些Bots們喔 嗯嗯嗯 他們這些 就是製作這個軟體的 這些人喔 等於算是十組 十組 他們講的 他說其實這個AI 跟我們真正所想到 真正我們認為的AI 是有差距的 還沒到那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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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還查人的 天啊 所以這是剛開始 都開始就去這樣 股票總是漲前面嗎 也對啦 不會去那邊就小小欸 沒有了 欸你 我一直跟你講 知道金金漲 我已經跟你講了六個月了 要要要要 要要要 而且我還在講一次 還沒有漲完 欸你光看第一 第一part這些的股票都還沒漲 還在飆欸 還沒有漲完 還沒去算欸 還沒 所以你看這是不是 讓您先贏在起跑點了 贏在市場前 價值千斤萬斤 其實我們一直都贏蠻多的 真的 動動手指頭就可以擁有了 好啦好朋友們 好記得 今天來點預約 一定要先來點預約 好熱騰騰的 應該早上應該就有了 或者晚一點搞不好就有了 晚一點搞不好就有了 先拿些贏了 好 來囉 那是我們第二段 好 歡迎您回到股市最前線的節目 再來提醒好朋友們 趕快來點做預約 全新的標股資料想得到嗎 接下來 接著老師又向著 能看好哪些的標的 即Trade for問世之後 所帶出來的 您的機會又在哪裡 剛提到的 世新創意這些的股票 App還沒漲完喔 還在進行喔 還有新的喔 還有新的喔 當然不是叫你去買啦 而且新的 接受明天的資料裡面啊 對 我直接寫上去啦 裡面不會有啊 不會 會有 不會有創意 沒有錯 有 有創意嗎 那個還在啊 他還沒漲完為什麼不能放 欸 好玩味喔 老師你這樣子讓我覺得 沒有漲完為什麼不能放 好噁心喔 但是 重點不是他們啊 重點是 因為你現在已經 你四百多塊的 四百出頭的創意沒買 或者是你去年那個 十二月 是 二十八日 就那時候 大飛摩卡嘛 說創意不好嘛 對 創意打得快跌停那個時候 對這個時候 對啊那個時候六百 三十五六百四十嘛 嗯 可是不是那一根 不是那一根嗎 是右邊那一根 右邊這一根 對 這個 日期嗎 二十八號 二八二八六百三六百四 嗯嗯嗯嗯 在這個時間點 對 好過了就算了 好 反正沒漲完 還沒去漲耶 有新的 明天知道的朋友們呢 在細緻財那個族群下面 有兩到三個族群都是 新的AI相關的 是的 而且很少人跟你講 很少人跟你講 他們早上去才會講嘛 現在還沒早上去 就不會講 也對啦 你知道這個市場就是 事後諸葛亮啊 對嘛 看圖才會說故事嘛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David的東西 有價值 因為我是一期漲前 我就叫你 我空單回補創意 我就是買創意 有 十月二十七日 是的 買完隔天就漲停了 耳不噁心 然後十一月一號 送資料的第一檔 還是創意 就是創意他 就是他 我想最好笑的 不是這個 兩個禮拜前 David這個節目我們講過 我有客戶剛參加 問我說 老師我的立望要不要買 對 我說不急啊 我創意他沒要賣你不用急 現在兩千了 那時候一千 一千七 現在兩千了 兩個多禮拜前 太噁心了 就是三月初嘛 那時候一千 他應該買 他的成本是一千七百五十左右 我剛剛說你不要急啦 賺夠了再賣啊 真的耶 下兩千 下兩千多了耶 我只說他這一句喔 不用急 我們也要賣 我賺夠了再賣 好 你又留著 來跟爸爸說吧 老師的資料不只價值千金萬金 老師的說的內容 其實 一直跟大家分享 我說 台北股市這一波是非常厲害的 因為它是金金漲的格局 對的 真正風險大的都在金融股 沒錯 但這件事其實從去年講到今年的 我們一直跟大家分享 我說高速升息一下 這種極速升息會有副作用 沒錯 副作用就在債券身上 真的 你說要幾百年啊 對啊 為什麼你看人家說 金融股要存股存股 我說存股沒有錯 存股真的沒有錯 是啊 但我為什麼要買貴的 對嘛 對啊 我為什麼不知道它多疊幾天 疊便宜一點我再買 買便宜的再來買 還沒疊 金融股還沒疊 還沒疊 真的還沒疊 我先說喔 金融股還沒疊 還沒疊 還沒疊 我多疊 我沒疊 等一下 我們不可以多疊 好啦 其實在錄音前 老師就有跟通話聊 知道的越多 要講的越少 越少 真的真的真的 這也是治理名言 知道的多反正要講的少 真的真的 對 好 不然每次都說我們嗨的 所以本節目今天的就進行到這裡 是這樣子嗎 我好想再聽更多 你到底想聽什麼啦 欸八卦真的很八卦 真的嗎 我們私下聊 好不好 私下聊 私聊 好啦 其實本週的重頭戲 還包括這個 凌晨嘛 大家最愛看待的 3月22日美國時間利率會議 注定是一碼啦 目前沒有太多的變數 變數 對 其實這個是好事 有升 有升一碼是好事 是好事 如果你總會這禮拜 這個禮拜的第六會議 它如果升0碼的話 0碼 這個市場馬上就挫起來了 0碼反而是不好的 0碼是最遭到的結局 那如果升1碼 OK 2碼幾乎也不可能 然後再來就是5月會不會升 對 5月目前市場也是在拆 很有可能也是一碼 嗯哼 但那個地方會有變數 因為距離還差 對沒錯 還有蠻多的距離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 從3月到5月初 有什麼會變化 會不會哪一家銀行又怎麼了 對啊 會不會除了銀行之外 又有什麼事情 所以你現在真的不要去買金融股 真的不要碰 不然觀眾朋友 我們去看一下 美股過去一段時間的走勢 廢伴又快創新口了 廢伴又快創新口了 廢伴又快創新口 廢伴就是AI 廢伴就長NVIDIA NVIDIA創新口 對沒錯 道琼呢 道琼多銀行股 對 你看道琼多慘 常不能賭 什麼線都破了 月線季線都破了 許光這三根後不會完轉 都反壓 那為什麼廢伴上去 所以廢伴上去的時候 你看NVIDIA長不完 你再回頭看看你的創意世心 艾普 不用急 NVIDIA 強到不行 你看 NVIDIA強到沒朋友好不好 真的 這個美股 整個所有裡面 跟GPT4最相關的就是NVIDIA 就是NVIDIA 反正你有聽懂 你早就賺走了 真的 因為你會從去年十月底 就跟我抓到現在 對 沒錯 好 anyway 其實聊著聊著 台北股市是真的很不錯 只要你沒有金融股 那就真的很不錯 我 據我所知 有很多的菜籃族 很多的媽媽 阿桑 她都說 買金融股 很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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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新聞 盤中的新聞 因為上禮拜 金融股大跌 對 所以包括什麼中信金 什麼金 這些公司 的股東人數又大增了 不會吧 對 在上禮拜 對 散戶朋友們都買了 買了就套了 你看是不是要聽我們的節目 可是我跟你講 這個對很多人來講 是聽不進去的 因為他們深信 越疊越買 那 這樣對嗎 其實巴菲特 不是這樣買股票的 很多人都說 我們要學巴菲特 危機入市 那巴菲特有沒有跟你講 危機到什麼時候在入市 這感覺 對啊 那他危多久在入市 危起來 我都很像唱那個 風雨嵐被同位轉發 危 這名字有沒有危 不要再危了 這樣不行 你不能邊走邊撿 沒有人這樣子買股票 沒人這樣叫股票 沒人這樣叫股票 你當你錢多嗎 不能這樣 不是 資金有限 所以要有效率的買 沒錯 而不是 人家才剛開始點就撿 然後萬一後面再來大段 真的啊 你不是看到昏倒跟你講 是啊 金融股的問題 不在於這個公司體質好不好 而是因為現在滿市場 都是債券類的地雷 沒錯 真的 到處都是雷 全世界的低利率 從08、09年之後 就已經長期低利率 一流到去年 這12年13年的時間 美國的利率都沒有超過2% 最高最高是2018年的2點多 這兩年不一樣 然後後來就掉回來了 所以 美國已經有3 有大概13年 沒有利率超過2.5了 但去年開始到今年 真的啊 這禮拜三 是 年總會在升息利率就5%了 是啊 緊繃了 4.75到5了 就麻了 那你以前買的債券怎麼辦 我先講那個坑子會越來越大 老師你不要再抿嘴 我真的覺得好可怕 那種感覺 我只是告訴你事實是什麼而已 對啊 其實老師的表情已經到 到盡了一切了 其實這已經講了大半年了 只希望大家真的要聽進去 真的老師的話一定要聽進去 那重點 接下來有些股票你真的 看看就好 那個資料先來預約吧 一定要先來做預約 關於GDP4問的是誰受惠 哪些族群受惠 David整理一份資料 預計明天送給各位 有 快的話 搞不好今天晚上 明天早上就拿得到 快的話我們拿到 先拿先贏 先搶先賺 那你明天就有機會進場了 這就有價值嘛 時間 time is money 對 時間就是精強了 來想得到的好朋友們 先來店做預約 熱的呢 火辣辣的知道 一出爐 對 剛出爐的 直接就給他 剛出爐真是熱的 直接免費給 直接給 對 是的 好啦 標股資料如何拿到呢 先來店做預約 明天也是可以 對 一樣電話來做拨通光線 留給大家囉 節目中再次感謝David老師 來到節目當中 OK 謝謝評話 謝謝全國好朋友們 最新的標股資料 記得來店預約 YT頻道的好朋友 明天見囉 掰 脱 Aqua 限制作投資風險 華慣頭庫 1 yet even 今天投庫新制 第015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